都不见出色 他文化水平高 不高 一个大风歌也就是喊两句 大风起起云飞扬 都没什么 吴跟项羽不能比 项羽讲义起 重感情爱争风云 刘邦贪婪好色 反复无常 缴邪多矣 这一点 司马迁是看透了 史迹为什么伟大 正是因为司马迁的眼光独到 史实出众 史德高超 我们知道 写好史迹的时候 已经是汉朝成立很久了 而他依然 将项羽 写成英雄没入 将刘邦写成伪君子 大家去看史迹 而且 堂而皇之的 把项羽也写成本纪 项羽本纪 而且不仅堂而皇之的 写项羽本纪 更堂而皇之的 把项羽本纪 放在高祖本纪之前 所以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 刘邦不如想 项羽平生 战无不胜 可是啊 就是输了这么一次 刘邦屡战屡败 可是呢 就是赢了这么一次 结果 就因为这一次最后的决战 历史改观 刘邦建立汉朝 在中国历史上 开启的不仅仅是一个朝代主委 最主要的是 刘邦成立汉朝 传达出一种信息 什么信息 平民也可以打天下 做皇帝 在之前是没有的 在之前都是贵族 而到了刘邦开始 我是平民 我也可以打天下 我也有机会做皇帝 从此往后 平民就拥有了这么一个皇帝 虽然刘邦得到了天下 但是在一开始 却未必都能得到民心 汉朝建立后 仍有不少人 不肯向刘邦俯首生辰 其中还演绎出了 悲壮刚烈的一幕 至今震撼人机 那么这又是一段 什么样的故事呢 也有一些人 是不和刘邦合作的 是不愿意向他低头的 这里边 比较有名的一个 我们可以来介绍的 就是田恒 田恒 生年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他是在公元前的202年 死了 他是自杀的 他也在寻末起兵 一看天下乱了 我赶快恢复我的主业 我的主业是奇怪 看到全国 优优独播外 我赶快恢复